亞洲電視2016年4月因為不獲政府續牌及經歷財政危機後正式停播 2017年12月18日,從獲資金支持的亞洲電視數碼媒體宣布 將會利用OTT平台繼續以亞洲電視為品牌繼續廣播 今日,亞視OTT平台自家製作的頻道A1台在晚上6點正式啟播 並且在位於大埔工業區總部舉行啟播點例 與以往主要透過大氣電波傳送不同 復播後的亞視主要透過手機應用程式或OTT網上平台收睇 用戶亦可買亞洲電視推出的機頂盒收睇節目 針對這次復播,亞視除了推出百萬富翁2018、淘傑少汗風雲、A1魚頭、激活音樂等自製節目之外 亦有購買內地製作的電視劇《贏天下》、韓劇《母親》等 並同時提供多間電視台的網絡直播服務 亞洲電視數碼媒體行政總裁吳宇被問到 會不會以再次申請免費電視牌照為目標 他說現在言之尚早 今天的電視模式都是以行機頂盒和Apps 我覺得免費電視這個牌照以後才考慮 因為我覺得觀眾的模式現在都不會坐定看電視 所以我求先說 香港商報記者梁暨然報導 香港商務記者梁暨然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